今年下午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乘坐的航班 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 和埃及驻华大使等到机场迎接 埃及是第一个 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 也是最早响应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 在两国元首的破话引领下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与埃及2030愿景深度对接 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提制升级 注入新活力 新动能 作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工程 中方承建的新行政首都 中央商务区项目 创造非洲建筑史多项工程建造记录 直接或间接带动三万多人就业 两国在人文领域交流合作 同样丰富多彩 埃中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与学术合作不断加强 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